声明二 女孩子撒爱和男孩子危害一样大 甚至更大 大家好 随我们吧不断壮大 必然不断会有女孩子进来的 可能他们不好意思说 但必然是在看的 建议女孩子大胆自然发表自己的身体健康出问题的情况 办理没人敢没道德随便羞辱你的 否则必然永远封她账号 所以特开个贴子来声明 一 说和男孩子手淫危害一样大 是因为都是透支身体精华 只是性别不同 损害的实质没任何不同的 二 说危害更大 是因为女孩子的刺激可连续的 是连续透支 甚至一天会多次大透支 这样的女孩子我遇到好几个了 她们都通过邮件或私信联系我 身体的伤害是属于我看到伤害里最重的 当然也有轻的 严重的 我现在还在给药帮助她恢复 三 一般问题则恢复也快的 可放心 今年暑假我突然嗨上接到一个孩子的感谢的话 幸亏我有聊天记录 否则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因为每天都处理 根本不记人名的 原来是一个半年多前咨询过我的被手银伤害身体的高三的女孩子 她彻底戒除手银后身体都恢复好 高考很顺利 考上自己想要的一本大学 特来感谢夏 所以女孩子恢复也都要有信心 彻底戒除手银后 几个月一般都见大效果的 四 至于如何做人 如何修身 精品贴子里都写了的 一定都看 一定把人作证了 航程良性循环 那一切才能更顺利 这是本霸的根本 也是一切的根本 天理良心不可一日不讲 这是世界于龙的根本分界处 也是人情的分界处 后天世界发展到现在 乱象很多 迷人的东西也很多 往往不是没修为的人能看清楚了 但只要大家立住我说的根本 正本清源距离行 逐渐的 这个世界的很多事理自动都能明白的 自动能清晰的 所以中国文化讲信 行 你不信天良 不信行善去恶得福的根本 不具立行 不恒久而行 是不可能见效果的 也只有见效果了 才更有信心立行 那就形成良性循环了 请表示文化 记得文化 感谢观看